大家好! 蔡及法院繼續審訊周卓華案 全潮案中負責調查電頭和網頭的司警偵查員出庭作證 他說透過太陽城截於澳門的電訊伺服器以及電腦文件、證人作工等證據顯示 周卓華雖然在2019年7月被內地官媒揭發經營網博後 曾向太陽城內部下令停止有關運作 但實際上只是將賭博平台好伊頭轉移至環球伊城暗地裡繼續經營 好伊頭由2017年8月至2019年7月收益大約63億元 環球伊城由2019年7月至2020年3月共收益大約9億元 所獲得的不法利益合共72億 也證人逐指在太陽城的伺服器內發現一份有太陽城標誌的電頭網頭教學流程 包括向員工解說好伊頭安裝、好伊頭版面、投注情況以及確保客戶安心投注 該文件是市場拓展部培訓員工用途 史托布透過關鍵職效指標向達標員工開戶取得額外佣金 證人繼續解釋 太陽城在澳門無法做電頭 只能在海外做包括菲律賓、越南和柬埔寨金界 但行政在澳門做 查詢電話是澳門區號 好伊頭就是手機應用程式是實時實地真人博彩平台 據稱在菲律賓、神麗、馬尼拉、光田、卡卡灣的賭廳直播賭局 適應證人說 在案中第八被告太陽城財務總監王柏林的私人文件裡 發現綜合財務報表提及網頭業務好伊頭 是太陽城的主要收入來源之一 行政人俗話多份文件都顯示太陽城內多部門均有參與網頭業務 其中市場拓展部負責推廣宣傳 並會計算在員工業職內 將訪報則負責與地下前章聯絡並協助充值 資訊科技部負責系統維護更新 證人又指在太陽城電腦系統的文件 曾提及要求員工注意來電號碼 假若環球伊城客人打電話來時 需要宣稱自己是環球信貸部而非太陽城 證人提及第四被告馬天倫 在博監局年度檢查期間 為防止局方看到系統內顯示的不法活動 透過IT部刪去系統內敏感字眼 例如營運、電頭等 此外IT部亦曾與澳門資訊科技公司簽約 合約列明為好醫頭提供軟件和技術支援 而警方在IT部亦手獲採購架設有關系統的器材單據 這集就看到先 如果大家想支持我,掃片尾截圖為慢 下集見,bye 下集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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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見!